快点 又是咸菜啊 有的吃就不错了 快点 行 都给他 再来吧 咸菜都没有了 走吧 好 快点 走吧 走走走走 干嘛呢 给 18千万 28千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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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朵 咱们聊聊天吧 那进城好几天哪 每天都是白饭 咸菜 比想想吃的还差 你哗哗的想回去了 我说你懂什么呀 你们家张总都说了 一个人要想成功 就要先吃苦 再挨饿 还要生病呢 就这样才可以成功 饭都吃不饱 还在什么成功啊 真像他们说 一个月能挣几百万的话 那每天至少十个鸡蛋 就是你那点出息 你怎么可能成功啊 你看人家那些人 多成功 他们有多成功啊 全是收了 你看咱们 饭是吃不饱 每天听他们吹牛 除了吹牛还是吹牛 尼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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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要他把钱退给我们 我们回乡下去吧 我说你说什么呢 我才不会回去呢 我给你看 看看 看看 你看 你看啊 这是我算的 我一个月三万 第二个月就六万了 第三个月就是十二万 然后到 我现在只算了第九个月 第九个月就是七百六十八万 哎呀 到时候 我这是千万富翁了 我还要当亿万富翁 所以这个地方 是我要为这 终身奋斗的事业 走 去哪儿 哎呀 上了头好晕 我先 你一会儿眼睛啊 别在这儿烦我 一朵 一朵你怎么了 我困 想睡觉 一朵 你发烧了 头好烫 我发烧了 我真的发烧了 那我离成功要进你吧 哎呀 我都发烧了 一朵你病哪 你病得还不轻 你别洗了啊 哎 我带你去音乐吧 你听话 这是我的计划 你听话 来 我带你去医院快点 你听话 我不去 你听话 那你必须得去 哎呀 你发烧了你发烧了 你生病哪 我没有生病 你听话 听话好吗 你看 你这咳嗽了 哎呀我没事 你听话 你听话 你去医院 你去医院 我带一朵去医院 哎呀 吵什么呀 不就发点伤啊 很正常 多喝点水就好了 而且这是发财的第一步呢 嗯不行 必须得去医院 喝水是不行的 公司规定不能随便出门 谁是我们随便出门的 我们是很认真的 那也不行啊 那也不行啊 这样吧 一会儿啊 我带一朵去休息一下 给她喝点水 好吧 不行 你必须得让我们去医院 你快开门 不开门我叫了啊 来人哪 快 放手干什么 来人哪 来人哪 辛苦了 救命了 救命了 让他们去 来人哪 辛苦了 来人哪 东北姐 你懂呢 你懂的烧退了没有 她烧已经退了 星河 姐不是故意要关你 只是要让你知道 公司的规定 是不可以违抗的 你一直都没交钱 还成天在这儿捣乱 让姐的工作很为难 对不起啊 张总啊 刚刚决定让你 先去别的分部学习 不要留在总部了 等学好了 交了钱再回来 都没想啊 我想先洗个澡 洗过 洗完就走了 小五 你陪欣赫去洗澡 走 赶紧过 小五哥 你干嘛这么凶啊 你 你看着我 我 我怎么洗澡啊 少废话 都没人怕你又跑 我不会跑的 要不这样吧 我 我把衣服脱给你 好吗 赶紧脱 你在外面等我 醒来吧 小五哥 这下你就放心了吧 小五哥 我不会跑的 快点 快点啊 快点 跑啊 你们两个在那边上 你们两个在那边 是 你们两个 坐我一段 那边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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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第一次的新闻报道 紧不紧张啊 有点紧张 不要紧张 我看好你啊 谢谢 我会加油的 准备好了吗 好了 我们就 好 这位观众是在全国的新解释 中文明城市的热潮吗 好 咱们 开始 对着 对不起 对不起 没关系 好 好 开始 我们荆州也呈现出 蒋文明寿星风的新面貌 全市范围内不再出现 不文明的人和事 接下来呢 全市范围内不再 这才姑娘 救命啊 救命啊 你干吗呀 你干吗学我说救命啊 我没有 没有学你啊 我们的人被人说绑架了 赶紧救我们 四红 你没事吧 我没什么事 不过他刚才说什么绑架 他好像不是一个风子呀 兄弟 太好了 你醒啦 刚才我没把你打坏的 没事 我打不坏的 没事 打不坏的 对了 两位同志 咱们赶紧去救人吧 哎 等一下 等一下 什么人 你慢慢说细细说 救人的事情就包在我身上了 啊 嗯 故事是这样的 我跟一个叫郝玉朵的 是我们村一起来的 我们一起来到城里 是因为城里有一个叫 东梅跟我们接应的人 他说那城里呢 做生意 来投资 可以赚很多钱 他们就把我们关到 那个小屋子里 所以后来我就逃出来了 经过你的描述可以断电的 你们一定是进入了 一帮传销团伙 这可是一个值得挖掘的 弹性文呢 什么叫传销啊 就是打着商业的皇子 到处骗人的勾搭 骗朋友 骗家人 非常地可恶 而且啊 由于他们的地方 都非常地隐秘 所以呢 叫做 屡禁不绝 那咱们怎么办呢 咱们赶紧去找警察去啊 不要不要不要 现在不要报警 我决定潜入他们 找到证据 到那个时候再报警 让他们证据 确凿无法逃脱 这样吧 你带我进去 你就说我也想加入他们 不不不 不行的 你是一个姑娘 那里面太危险了 你不能去的 她不能去的 太冒险了 太冒险了 不入虎穴淹得虎子 不入魔库淹得虎子 不入魔库淹得虎新闻呢 这样的新闻一经播出 便是一时挤起千层浪 让社会得到 多大的警示啊 而且啊 到时候 不仅能够解救出 被关的那些人 还能让其他人 都不再上当啊 你想想 那个时候 你可是为社会 记了多少得啊 我开始要在这里 东北姐 开门 正总 展总 小先生 stor 冬妹姐 我回来了 你去哪儿了 我去医院了 给一朵去买药去了 去买药用得着 跳窗户逃跑 你不是不让我出去吗 这个人是谁啊 我的一个远房亲戚 远房亲戚 咱们一个村长大的 我怎么不知道 你有这么洋气的亲戚啊 谁才没有一个远房亲戚啊 就是啊 冬妹姐 你不急得我了 我是行伙 她三一标记的女儿啊 小宋 我们还在一块刷过你 你不急得了 我们一起吃个棉 等一下 等一下 一碗棉 说来也巧了 但新和她来荆州 她还没来得及跟我联系呢 我们俩现在在路上碰见了 你听她说 她有这么赚钱的投资事业 我钱都带了 我就催她过来了 她比我有钱 来 这 来 董妹姐 你三时候对我培训 对运三 现在就可以啊 小五 可以 带她去上课 好 来 两位这位 好 走 有 张总 张总 盯着她 有什么情况 马上给我报告 好嘞 谢谢张总 连锁经营 是踩中了时代的步伐 它是信息化的步伐 连锁经营现在是美国最主流的商业模式 现在在我们中国 还没有被别人发现 也只是我们掌握了先机 各位学员 我们必须要抓住这个有力的机会 发展下线 扩大连锁 这样你们才能够成功 看到了没有 有钱才是硬道理 穷贵给我靠边站 你们愿意当穷贵吗 对 你们看 你看这个兄弟 被踩在社会的最底层 受人侮辱被人瞧不起 怎么办 我们只有发展下线扩大连锁 你们才能够奔向幸福的未来 往这儿看 才能做一个真正的富人 一个真正的有钱人 看他有钱人是怎么生活的 你看他们的身材 实在是什么 你们用了钱以后 你们可以在海边有 大房子 大房子 你们可以呼吸 新鲜空气 新鲜空气 你们可以吃新鲜的海鲜 海鲜多么美好的生活 我们要向往这样的生活 向 苏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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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你干什么 那你在低着头干什么呀 我 我低头沉思 您刚刚说的话 我觉得特别有道理 那好 你到台上来给大家讲一讲 你的感受 removal 连锁 连锁行销这种商业模式呢 是美国加州大学 著名博士 史密斯先生发明的 他极大地弥补了 之前商业模式的漏洞 从真正地实现了 低投入 高产出的可能性 连锁经营是踩住了 时代的步伐 那是信息化的步伐 连锁经营是美国 最主流的商业模式 只有它 我们才能够有未来啊 所以我们的事业呢 是充满阳光与希望的 美好前程就在前方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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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笑 咬花花 你怎么才知道她花花 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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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刚差点暴露了 那后 后来呢 幸亏我阻止多谋 被我给搬回来了 不过 欣賀 你可千万要替我保密啊 我的身份 你千万不能跟任何人说呀 包括你怎么办在内 知道不 我知道了 你放心吧 那我先走了 你小心点